至于今年同样会举行选举的印度 再度爆发宗教冲突 当地索伊斯兰宗教学校的建筑 遭到当局强制拆除 结果引发民众群情抗议 示威最后演变成暴力冲突 至少二人死亡 事发在印度北部 北阿坎德邦的一座城市 哈尔德瓦尼 愤怒的民众不止砸坏汽车玻璃 更是抛制石块纵火泄愤 多辆汽车和摩托车烧成废铁 当地警方证实有人开枪 导致至少二人死亡 三人受伤 当局已经调派上千名警力控制局势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当地的商店 学校和市集都暂时关闭 才行事换成废铁的顿 脑 ent客户